好,我们谈灌顶的意义 一个密教行者 他要经过好几个层次的灌顶 好几个层次的灌顶 那么我讲过了 灌顶本身就是一个认可 认可你可以修这个法 一种保证 因为你从第一级的灌顶 到第二级的灌顶 你的上司给你第二级的灌顶 就是一个保证 到了第三级的灌顶 你的上司也给你灌第三级的灌顶 就是一个保证 保证你前面 这个第一个灌顶跟第二个灌顶 已经成就 才给你第三个灌顶 第四个灌顶就是大圆满 所以四层灌顶是很高的 跟其他的灌顶不一样 凭灌顶可以有很多很多 到了最高层次的灌顶 就是密密 密密灌顶 我们讲的是外灌 内灌 密灌 密密灌 四层 最高的就是密密灌 这一尊空行墓 就是第三个层次的灌顶 是属无上密布的 无上密布的灌顶 它才给你空行墓 表示你可以招请空行墓 可以设招空行墓 这是第三层次的 所以每一个层次不一样 就是一种认可跟保证 在密教里面是这样子的 没有说你求什么来 好你求什么灌顶 那么我也不审查你 你到底出灌成就没有 二灌成就没有 我马上给你三灌 这个不可以的 不是你钱很多 我就给你三灌 不可以 也不能一下子就给你四灌 也不可以的 所以密教他本身有他的这个灌顶的次第 为什么要给你认可跟保证呢 因为你产生了正量 你已经有了出灌的正量 我给你二灌 有二灌的正量 给你三灌 有三灌的正量 给你四灌 是这样子的 所以正量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讲说 像这个节兽 刚灌顶的时候产生灌项 灌项一产生出来 十方 十万的空行目 在虚空中给你浮泛 空行目灌顶 这个就是可以讲是密教灌顶的这个意义 我们称阿世雷灌顶 阿世雷灌顶 你至少阿世雷灌顶 你一定要修的变成真正的一个阿世雷 一个教授 阿世雷就等于是教授师了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你本尊一定要相应 本尊一定要相应 你懂得所有的密系 密教的经典 懂得所有的佛典 佛典你清楚明白 整个密系的修持过程的意义 你统统清楚 你本尊已经相应 最少的这个是最最基础的阿世雷灌顶 然后你再进一步修内法 内法也成就了 这个又更深了 最高的这个阿世雷灌顶 所以密教的法有次第 不能越过的灌顶一样是有次第 这个都是灌顶的意义 灌顶的意义 你在受灌顶的时候 你假如跟这个法非常有盐 那你会产生灌顶 没有盐的话 是什么接受都没有 有盐的话 假如今天你受了一个灌顶 像师尊本身受灌顶 天屋顶便没有开 这个天门没有开 屋顶没有开 但是你虚空之中 所有十万空行母寄居 呼唤空行母灌顶 这个就是产生 已经产生灌顶 那么你在修法当中 你的接受又会还非常的坚固 这表示那个正量就产生出来 正量一产生出来的话 那么你三灌就成就 三灌也成就 你就已经达到这个四灌 那么四灌是没有什么激素的 这个无形之中的灌顶 密教里面的灌顶很多很多 它各有它本身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那么我们晓得的 有这个金刚处 金刚处灌顶 金刚灵 金刚灵灌顶 金刚宝关 金刚宝关灌顶 最常见的金刚瓶灌顶 还有就是当阿世列时候 的那个名位灌顶 名灌顶 另外还有舍利灌顶 很多了很多灌顶 但是这几个灌顶是比较重要的 其中到了三灌的时候 南的寿 这个空行母灌顶 这个种词空行母灌顶的时候 它本身的就是上师给你证明 上师给你认可 说你可以本身设招空行母 跟招请空行母 那你的受空行母灌顶 表示将来它可以成就空行母法 在密教里面空行母是很重要的 它代表着一个智慧 它可以帮助所有的密教行者 得到最高的成就 空行母本身来讲是非常尊贵的 我们称为母佛 父佛跟母佛 父佛跟母佛的 这个是唯一跟一般的这个佛教 险教不同的地方 在密教里面有空行母 有母佛 一般的险教里面 它没有 有这个称呼叫空行母 那么因为你修这个空行母法 你体会到这个清净 一切的清净的一种法味 一切都是清净的一种法味 你由空行母本身的加持 加持 空行母本身的放光 空行母本身的智慧 你可以得到非常超越的一种境界 一种超越的境界 所以这个师尊本身受种种的 瓶灌顶 入佛严顶灌 空行母灌顶 无上密布灌顶 大圆满灌顶 种种灌顶 全部都是圆满 如师尊所受的灌顶 完全是一种圆满的灌顶 因为空行母灌顶 已经是三灌顶 无上密布灌顶 我也受了 也是三灌的 最高的大圆满灌顶 也自然受了 也受了 那是一种无形的灌顶 所以这个灌顶 是最圆满的 自然而行 我用万能够面吻 我用万能够面吻 谢谢大家